西九文化區戲谷中心下個月開幕 今日率先舉行開台日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邀請百合會館案戲行雜作 在大劇院舉行開台儀式 由頭好到尾 明常演兩出吉祥禮戲 碧天賀壽和陸國大風相 管理局說戲谷中心落成 標誌西九文化區踏上新台街 中國全國一共有367個戲曲的戲種 戲曲中心作為香港唯一的殿堂級場地 我是很希望能夠有機會將全國所有的戲種 都在香港戲曲中心上演 傳承和發揚傳統中國及戲曲的文化 並將中國戲曲可以走向世界 佔地超過28,000平方米的戲曲中心 下個月20部開幕 當日會上演由粵劇名寧《白雪仙監製》 陳寶珠和梅雪絲主演的《再世紅梅記》 而下個月去到明年3月 是戲曲中心的開幕劇季 節目門票已經公開發售 租用戲曲中心大劇院的表演日 基本長租是22,000元 戲曲中心會收取8%的票房收益 百合會館主席汪明荃說 對粵劇界是挑戰 看過長租和租用的條件之後 原來是相當辣的 劇團要在這裏演出 真是要好好計清楚我們的攀皮 即所謂budget預算了 怎樣可以做好製作 又同時能夠平衡開支 就是我們業界要面對的挑戰 戲曲中心由即日起 到下個月6日 一年8日開放給預先拿了票的市民 參觀中心裏面的設施 現在要觀賞由百合會館表演的 多場熱期演出 無線電視記者曾今報報導